8点多检察官抵达地院开庭 低调不多谈 这一天桃源地检一贪污罪 诈欺罪 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 以及非公务员泄露国防以外秘密罪 癥结起诉前市长郑文灿等11人 那这性被告的部分 我们认为他实口否认相关的一个犯刑 我们向法院请求 从众量刑 希望能够量除有其徒刑12年 根据起诉书指出 被告杨兆林 侯水文 廖俊松等人 13年前成立红展公司 当时看准华雅科技园区旁的农地 开发后市值超过24亿 为了寻求时任桃源市长郑文灿支持 廖俊松父子在隔年9月 将装有现金500万元的手提袋 亲自交到郑文灿官邸 当时廖俊松的儿子 从驾驶座后面拿出黑色手提袋 交给他的爸爸 两人一起走进郑文灿官邸 为了17分钟 两人从门口走出来 隔天廖俊松就向侯水文跟杨兆林回报 就500万元贿赂已经交付完成 全案历经7年调查 今年7月才再度重启调查 没想到过程中竟然爆出案外案 7月29日 检方在郑文灿台北家的案柜里面 搜出678万5000元的钞票 但郑文灿却交代不清来源 不排除是其他案件的非法金流 将另案侦办 曾经的五行市长因为贪污收贿 遭起诉 令各界不声唏嘘 金星员杨仲强张警行 汪永白采访报道